親子們跳著熱情的迎賓舞開場 接著由小小模特走秀 展現盧凱 布農 排灣 阿美四個族群的傳統服飾 小朋友可愛自信的模樣 讓現場觀眾掌聲連連 有學到很多原住民的知識 然後還有一些野菜 希望我的女兒她能夠在這個地方當中 能夠也學到 不只學到我們自己的文化 那因為這個還有其他 我們還可以觀摩到其他的小朋友 只有別的族群的 讓我們也藉由這個活動 可以去認識其他的族群 不是說只有阿美族 藉由這個風雲記 也可以去學到別的族群的文化 然後這樣子大家會比較容易尊重 可以讓我們這些在都市的原住民 可以參與到我們自己的文化 也可以在這邊跟其他的原住民做一些交流 讓我們都會區的小朋友 透過營隊的交流 讓我們的傳統文化可以延續下去之外 也開放更多的市民朋友 透過這樣的親子互動交流學習 可以認識到更多我們的原民文化 夏立營不僅開放原住民小朋友參與 也吸引不少非原民的家長 陪同小孩來報名參加 對原住民文化還是會有一些好奇 特別是主要是讓孩子也可以更了解說 有不同的過去台灣的原住民 不同的一種生活的一種方式 讓小孩子多接觸不同多元的文化這樣子 就是可以認識更認識對方這樣子 不然我們也是會以為說 小朋友的印象停留在說原住民 是不是只有住在山上啊 四位小朋友分別用族語表達對爸爸的愛 展現營隊族語教學的成果 還有布農族小小勇士爆戰功 排灣族鼓搖吟唱 盧凱風年舞 以及阿美族沾將歌舞蹈等精彩的演出 將營隊課程所學 藉由小小風年記 讓不論是原住民還是非原民的親子們 更能深刻體驗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及歌謠舞蹈 新唐人亞太電視葉拉維許美慧 台灣高雄採訪報導